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二十大前权斗激烈 广西书记大喊文革口号吹捧习近平 说明中共党内目前的形势很不正常 各派系的混乱程度相当惊人 据中共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党媒报道 本月22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选举产生中共二十大的代表 在广西参选的习近平全票通过 当选广西二十大代表 而就在这之前召开的中共广西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会议公报甚至明确喊出永远追随领袖等标语口号 此外 广西党委还特别制作了名为紧跟领袖的电视专题片 据悉 广西党委书记刘宁早前率先喊出追随领袖的口号 近日又再次高调吹捧习近平 据广西日报报道 中共广西党委书记刘宁22日在广西代表大会上声称 这是一次维护核心的大会 他的讲话充斥大量捧习措辞 说习近平当选二十大代表是党新所向 对此 亲共的香港星岛日报发文说 广西在中国一向是不起眼的省区 最近却成功破圈 按指 自从去年10月担任广西党委书记的刘宁 是这次捧习宣传的操盘手 外界还注意到 刘宁的公开简历中显示 刘宁有清华大学的背景 而习近平本人以及习的亲信中组部长陈希 都曾经在清华大学就读 而法广则分析认为 广西党委书记刘宁是否借此就可以进入政治局 目前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 但相对其他地方 广西做得不过露骨了一点罢了 事实上 目前在全球各国领导人的选举中 只有在朝鲜和中国出现这种全票当选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曾经针对这种现象发文 对中共官场的这种全票当选提出批评 2011年3月17号版的人民日报 在题为《全票当选更危险》的专栏中写道 在民主选业中很难出现一边倒的支持 尤其是很难出现全票当选 如果绑架民意的全票当选惯例继续下去 人民的逆反感会悄悄累积 而《北京日报》则在2012年3月刊发文章 全票当选不一定都是民意 大义同样是批评中共官场的选举弊兵 而对于中共二十大的广西的捧习举动 时事观察人士李林一对大纪元说 这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表忠潮 不过和同样出现捧习潮的中共十九大相比 中共现在所处的危机更深 此外 时政观察人士王赫也说 中共历来在换届这个重大节点上 对各省的地方诸侯都有个征求意见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摸清火力的过程 广西书记刘宁搞文革式的捧习 说明目前形势很不正常 内斗的刀光剑影已经非常鲜明 甚至到了毫不顾忌的程度 中国多地发生疫情 各地严格执行中共当局的清零政策 封路防堵成为防疫常态 对制造业 出口业和仓储物流业的冲击越发严重 连邮政包裹也遭到波及 对此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近日发出狠话 不得以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 大陆媒体把刘鹤的话解读为中央层面的破局之举 不过 有观察人士分析 这等于把各地的防疫政策废掉了 破局恐怕不那么容易 综合媒体报道 鉴于中共当局严格的防疫措施 前往中国的航班和船只减少 无法保证足够的运力 日本邮政的通知显示 从4月22号起 日本发往中国的EMS航空和海运的包裹将暂停 加拿大邮政也在4月21号发出通知 强调缺乏可用的航空运输 他们已经暂停空运到中国的包裹和小包服务 美国邮政也在官网发布服务中断预警 它的全球邮政服务产品全球快递保证 已经暂停接受既往中国的服务 UPS官网则在22号紧急发布服务提醒 暂停了华东部分地区的进口服务 除此之外 上海全城封锁后 严重影响了长三角工业区的物流 对此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近日在全国保障物流畅通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要足量发放使用全国统一通行证 核酸检测结果48小时内全国互认 刘鹤要求 不得已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 大陆媒体把刘鹤的话解读为中央层面的破局之举 不过 就在刘鹤提出不得已等待核酸结果为由限制通行的同时 中共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马小伟 在《学习时报》发表文章 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对此 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对美国之音说 当局既要求官员进行动态清零 又要他们保障物资充足 充分供应 这两个事情不可能共存 于是很多官员揣摩上意 纷纷表态支持动态清零 独立时评人士郑小光向美国之音分析说 刘鹤与国务院推行货运全国统一通行证 核酸检测全国有效 等于把各地的一些防疫政策废掉了 刘鹤跟孙春兰有本位冲突 李强又和孙春兰调子不一样 这些乱象的原因就是中共体制 条条快快之间的矛盾冲突 但习近平确实要最后负总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26号访问俄罗斯 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 双方会面是否会对当前的俄乌战争产生影响 引起外界关注 联合国说 预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莫斯科 与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展开工作会议 此外 古特雷斯也将获得普京的结见 联合国指出 古特雷斯此行的目的在于 讨论该怎么做才能让乌克兰重获和平 除了访问俄国之外 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也在安排 古特雷斯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面 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卡尼科的办公室说 古特雷斯将于28号在联合国机构 与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会面 对谈的重点在人道救援行动 联合国方面在19号分别写信给俄罗斯和乌克兰 希望两国元首能和古特雷斯见面 有报道指出 俄乌战争中联合国被边缘化 古特雷斯只是和泽连斯基通过一次电话 至于跟普京则没有联系 4月22号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对印度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 宣布了一项重要消息 英国计划重新开放由于俄乌战争导致关闭的乌克兰基辅大使馆 另据Politico报道 目前超过16个国家或地区 已经宣布计划重新开放 或者已经开放了他们在基辅的大使馆 包括法国、意大利、波兰、荷兰和西班牙 据悉 自俄罗斯入侵战争开始以来 约翰逊是少数几位前往乌克兰的欧洲领导人之一 其他的领袖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以及捷克、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的总理 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访问波兰 并说有兴趣前往乌克兰 但白宫方面因安全方面的顾虑和困难 而没有安排这样的行程 众所周知 中共官方把提前泄露的内部消息定性为谣言 所以一再上演谣言便预言的戏码 近日 江西南昌市辟谣封城消息仅6个小时后 就正式宣布封城 4月21号 江西南昌市宣布 从22号0点到24号24点 在全市实施较大范围区域静态管理 同时开展相同区域的筛查 当局要求把这些区域划分为足不出户的封控区 和不出小区的管控区 地铁、公交等减少发车班次 出租车、网约车等一律暂停运营 商场、餐饮、喜遇、网吧、电影院、健身房、店铺等经营性场所 一律暂停营业 不过 就在21号早晨 南昌市宣布封城大约6个小时前 当局刚刚出面辟谣 说网传南昌要大规模封城半个月是假消息 而对于谣言再次变成预言 让很多南昌居民不相信当局所说的只封城三天 纷纷涌到超市抢购物资 网传照片和视频显示 21号晚上 城内到处都在封抢蔬菜食品 超市人满为患 还有人为此吵架斗殴 当地民众担忧 当局的野蛮风控政策 会引发又一波的群聚感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正值中共二十大前权斗激烈之际 广西率先宣布习近平全票当选人大代表 开始制造吹捧习近平的文革式的舆论氛围 您怎么看 欢迎留言发表您的看法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